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一位獎者是家維 那她今天的獎題是 SIM2REAL 用物理引擎打造 能虛實轉移的機器人 我們用這頁的掌聲歡迎她 那謝謝大家 過來聽這場Talk這樣 對 我剛剛跑過來超趕的 那這是 偷影片的縮網址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直接先拍個照都可以 這樣子 那等大概幾秒鐘 好 那我們開始介紹 就是這個專案的一切 就是說從一個玩具玩過頭開始 這樣子 時間大概是2018年6月中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淘寶上面 買了一個平衡車來玩 那樣子 那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我幾個朋友 他們剛好在拍一個叫 Microtensor的一個工具 這樣它 總而言之 像這種 它上面都會放那種 就是控制板 那種小型的控制板 Microcontroller 這樣子 那通常這一種 它CPU都很低 比如說 剛剛有像M4這樣 然後它大概CPU都120MHz這樣 然後RAM的話 什麼都這樣這麼低而已 這樣子 那就是在這種規格上面 那他們 我朋友他們就做一個 叫Microtensor 它可以讓你比如說 Tensor4Train好的model 那它可以自動幫你轉換到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 昂的M倍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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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跑的東西這樣 然後他就問他們說 欸 因為我們那時候看了一篇論文 就Google論文 他們就是在做 那個一隻機械狗 那個虛實轉換這樣 然後就問他們說 那可不可以用用看 他們做Microtensor 然後問他們時間 然後問問問問問 他們幾個就有興趣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鎖了 對 這是那個時候Microtensor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朋友他們是 就是 就在美國公司 那一邊 他們自己幾個人在玩 在做個東西這樣 然後這是他們那時候 做的一些結果 這種板子 這種板子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 比如說MNIT這樣子 就是辨識數 他們上面寫個3 然後這塊板子 上面就真的可以辨識數 正確結果是3那樣子 對 然後就是這種東西 就跑在這麼低規格上面 硬體上那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問他們說 欸這那個就是 我就問他們說 平衡車這樣子 我可以把我勸好的 那個神經網路模型 布上去跑跑看嗎 然後就開始問他們那樣子 對 那總而言之呢 當時候一開始 因為我看了一篇paper 那個是Google Brand 然後Google X 然後還有DMark他們做 我在2018年上半年的時候吧 他們就是在模擬前面 做一隻這種機械樓 然後這個步 上去這種 上面去跑 這樣子 那細節就不多講 那樣 不過我們可以講 他們用的神經網路是很少層那樣子 比如說才兩層 這ParseNet是那個 專門決定出 那個馬達角度 該出多少的神經網路 然後ValueNet是拿來評估說 剛出那個動作有多好 究竟要挑那個好的動作來執行那樣子 那都是兩層神經網路 然後每一層神經網路也都不寬 158x89這樣子而已 就幾乎都兩層 然後大概都這種 兩層神經網路 牛網數大概都這樣子 然後Input也很小 就是一層 像這種的話就是 輸入才四圍 這十二圍而已這樣子 就是你Data輸入很小 然後神經網路是也很小 就可以控制這一種機械狗了這樣子 對 那他們訓練時間多長呢 大概都四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就可以結束了這樣子 那他們那時候上面跑的就是 比如說 TN32 On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種的板子 跟這機板很像 他們都用這 就是用這來控制馬拉就對了 那然後上面 比如說你要跑神經網路 他們還是直接放那個 Jerson TX2這樣 這種大概一個 大概都三四萬塊的那種板子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挑戰一下 我們就不要左邊這種 那麼高等級的 我們就是讓所有上面的網路 就是你神經 我們一律只用剛剛這 TN32這一種的板子來跑 就是剛剛規格都這麼低的這種網路 對 我們神經網路的forward 全部都在這上面 那當時候他們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很簡單看一下這樣 這應該一分多鐘就簡單看一下 是 好 這邊是要打岔一下 就是這邊他們前面做了什麼東西 因為前面剛剛配合我什麼系都沒講 他們其實就是說對那個 因為我們模擬引擎跟那個真實物理 那個的機械狗 他們質量啊 然後那個慣性啊 然後就是角度 直線速度 而且四方什麼都不一樣那樣子 所以他們做的時候就是會 模擬前面會對它的質量速度的關係 然後抓到那個角度什麼 全部都做過擾動 隨機的擾動 然後讓神經網路可以適應各種擾動的狀況 因為各種擾動它都可以適應的話 那現實世界的這隻Robot 其實不過是可能 它剛剛擾動過其中的結果而已這樣子 那這樣可能就可以適應了這樣子 它最簡單 就先走 非常簡單的想法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就簡單 然後就真的側上去 發現還真的可以做這樣子 那在2018年初的時候做 然後後來18到19年又有更多 又有很多更新 更可以控制更好的模型出來這樣子 後面我們就先不看好 因為我發現時間是滿有限的這樣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因為它的神經網路根本就不深也不寬 那然後就是說輸入也很小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可不可以就是說簡單的 就真的讓它放到 乾燥Micro Control上面去跑那樣子 然後就真的給它測下去了 然後我就找我幾個朋友 來聊聊看這個想法那樣子 然後就真的發現 莫名其妙一對身邊強制我朋友那樣子 然後就我們就把海車拿來開始改裝了那樣 對 然後就各種要 就是限各種接壓 然後要去測電 因為我們在PWN是控制馬達用的 然後這些全部都要測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我朋友那邊連試波器都有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房間那麼多有的沒的東西 對 然後後來連到 就是說因為試波器很太大 他們好好去用一種就是 我其實不懂這個硬體的東西 不過他們接這個東西可以上面測他們電壓 然後我們那時候量它PWN大概可以射多少之類的 對 結果我朋友他們就直接都做得到 我覺得有點厲害 我只是做軟體做演算法的 那硬體就交給另一批人幫忙處理這樣子 那像我自己的話就是做物理引擎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現在後來測壞實體車 其實就已經可以動了那樣 就是說我們改裝過了 那 總之你要坐在物理引擎上面的話 你要去把車的長寬高的重量 欸 慣性我這樣寫怪怪不太對 對 然後像馬達最大的轉速那些 我都要先量出來 然後量出來之後 你要設定到物理引擎裡面去這樣子 所以 比如說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做出來會像這樣 因為剛做的時候就都沒有控制嘛 所以說一定就是像這樣子 我還可以把它拉起來嘛 然後在那邊轉 它在那邊亂轉那樣子 對 所以你如果什麼都沒有控制 你沒有加一些控制演算法上去的話 你的車就像這樣亂轉 那我看看這個應該還是 好 我記得那時候一開始有稍微做一個簡單的控制 然後就 至少不會亂轉嘛 它就可以直立住 然後往前跑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是 你要在那個模擬器裡面 訓練好一支控制演算法 然後這控制演算法 就神經網路啦 然後把它佈到剛剛那個板子上 很小塊板子上面 然後又可以在1000多AK的記憶體上可以跑這樣子 那總而言之如果你要把它做到那個物靈琴上的話 物靈琴你要做個3D模型出來嘛 那現在常見到格式是這種URBF的格式這樣 UNIFY ROBOT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加一個link 就是這邊有幾個字 比如說link跟joint 比如說我的手臂這樣子 那關節的地方是joint 那joint 關節跟關節中間的地方 手臂這地方就link這樣子 對 那所以link就是 你看得到這種就是形狀的地方 那像輪胎跟正方形在 接腳的那個轉動就是joint這樣子 那所以這地方你就基本上要設定它長寬高 比如說0.12 0.06 這個我記得是公尺的單位 因為很久以前是我都忘記了這樣 然後設定個顏色啊之類的 然後再來還有collision就是 它那個偵測碰撞的範圍 總之就是要設定好這些東西啦 那這些東西的話就是我 因為我們這個很簡單 所以全部都是我一個一個手打上去的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會想這超複雜的這樣 那但也有一些那個 比如說做3D CAD的model 然後它是可以這個東西 你說你就是往那個拉好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輸出URDF 這也是有相關工具的這樣子 對 那總而言之 你想要在模擬裡面做一個robot出來 就是URDF要自己先寫好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全部手動輸都太累 所以盡量要參數化這樣 參數化什麼意思 就是剛剛URDF的話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叫做那個zequad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東西它全名是這樣子 那反正它可以把它轉換成URDF 那參數化就比如說 你有很多重複用的 比如說寬度 你這邊有設0.2就好 那這邊就變數嘛 你就直接帶進來 所以這個值就等於0.2這樣子 對 那像這些就都有 然後裡面也可以做數學運算 那所以這樣你整個要寫的東西 就突然少很多嘛 那當然變數就不斷調整調整 那底下就跟著變 所以你也可以動態在跑的時候 然後車子的大小突然會改變 或質量突然會變 這樣就沒問題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只用排場做會更方便嘛這樣子 它一邊跑一邊圈你的時候一邊換 那些質量啊寬度啊有的沒 就可以順便都換一換這樣子 比如說在這裡 就直接看我畫起來48到52行這裡 就黃色這一段 就是比如說你可以直接 這是get 然後就是 get的就是一些message 然後from you or df 所以我就抽出來 然後比如說我直接抽它的質量出來 然後在外面有個uniform的分布 然後加上nose下去 所以它質量就會有不斷在干擾 然後再寫set回去這樣子就可以 字好像都有一點 不過稍微看得到 就是說你用排場做 你就可以很多那個神經網路 或囊排一些matrix 就是linear就把都可以從一起上去這樣子 就比剛剛那個 zequantial都還好方便 那總之這裡面在調的時候 很多是因為那個物理引擎裡面 已經幫你做好很多相關的API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釣用 那總之我們稍微看一下物理引擎在做什麼 這樣 對 比如說常見的 我們用的是玻璃3這個物理引擎 然後它有排場的接口 比如說大家常看到物理引擎 就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模擬各種物體的碰撞 然後是這一種 像是軟體嗎 對 你就可以模擬你這些現象嘛 對 那你既然裡面可以模擬 那就直接就做成機器人就好 比如說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 這是一個神經網路控制的機器人 那樣子 它就可以 這一個控制 它是2019年的東西了這樣子 對 這蠻厲害 它蠻 這個東西我稍微記得 它永迪它是直接看那個YouTube 就是你一些特技達人的YouTube影片 然後就把它的技巧 然後韌韌韌過來這樣 然後就反映到這台肉把上 就真的還模仿得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 像剛剛的玻璃3也可以像這樣做 然後你可以 這個影片也是想要說 給大家看說 實體跟物理引擎的差距 有差多少這樣子 你看它等一下晃動的那個角度 你看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對不對 就是物理引擎跟現實之間有很大的gap這樣 那所以它剛剛有很多質量 最重要的擾動就是想要彌補這些落差這樣子 那像2019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那個Slam嗎 就是比如說自駕車 不是做個雷達 然後去掃 然後把作為3D模型 去掃出來那個東西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微軟的Kinex 就是那種深度相機 那深度相機掃出來的東西 也可以直接匯進去模擬引擎裡面 就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是你那種深度 會掃出來的 你可以直接把這整個模型 匯進去物理引擎裡面 所以你可以這裡面做一隻robot丟進去 然後robot就在裡面會碰撞會偵測 然後也可以在裡面走路這樣子 都可以 對 那這東西有個成熟的 也就是說 Stanford那邊有做個東西叫gips 這有興趣我再 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再問我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想要真的做那種 就是transfer 就是說模擬引擎訓練好 然後一直說 他們就會 就是說在物理引擎裡面匯入這種東西 讓它真的在那種廚房裡面跑 然後就撞這樣子 然後畫面越真實的話 你真實的robot上掛了camera 然後就很像 然後你在這種裡面訓練好 一直出來就好像跟真的假的 就是沒有差太多這樣子 就快transfer就對了 好那所以 我們後面又要介紹說 比如說剛剛 因為我很快帶過 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說 你就是 後面要怎麼去設定物理引擎的話 要怎麼跟RL有些概念結合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 比如說RL在做robot的時候 我們 呃 因為大家可能是熟悉 reinforce run 用在那種遊戲上 那他以為我們是遊戲的話 那agent就是我們控制演算法 那所以說 比如說是遊戲的話 你stats 你會看到遊戲畫面 那演算法就控 agent 他會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然後會做動作出來 那然後得到reward 那盡量要reward越高越好這樣子 對 那可是如果換到robot上面來看的話 就是 以robot來說的話 environment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機器人本身 我要講的是說 environment就是 以機器人來說 是指它本身這個硬體 就是它中間那個車 這個身體 然後它的腳 還有馬達 這些都是硬體 都屬environment的部分 那agent的話 是在控制這隻硬體的 上面的演算法 因為大家有時候在看 都以為說 好像這隻機械狗 就是agent 因為agent在那邊出動作 然後環境是外面的環境 這樣子 不是這樣看的 environment是機器人 硬體本身 就是關節 就是馬達 還有身體的那些部分 那agent是本身是控制 而是那隻控制的演算法 它有點像說 就是我第三方看著這一隻robot 然後我再控制 它們的關節 該怎麼走 這樣子一樣 所以說 就是agent是大腦 是我們的大腦 然後再來 environment這個地方 是我們身體各個骨頭關節 這樣 你大腦在控制 你的骨頭關節 這些東西 和肌肉 這也要區隔一下這樣 不然你在後面 可能會少有點搞混 那物理引擎 就我們剛剛看的 布里桑 它負責的部分 就environment這個部分 你的那個硬體的部分 因為有質量 然後馬達下去有速度 所以你會怎麼移動 這些東西 那這些都是 environment 物理引擎負責的 這樣子 然後上面是另外一個 我們平常做神經網路演算法 就負責上面這個部分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要怎麼寫URDF這樣子的話 剛說URDF 就是我們在除硬體那個 描述硬體 它長寬高 然後質量就有的沒有的 所以你就很值得知道 它是在玻璃3那邊去處理的 那總而言之 就是這一行 直接看這行就好了 就是說 其實它已經給你AP 你就直接去看文件 它就有一個 這個API 你直接呼叫它 然後你就帶進去一些 body的index 就是body 然後對應關節index 然後就抽那個相關URDF 你要的資料出來給 你就自己去選 你要的質量什麼的 這樣 對 那這部分 就是你去抽URDF的話 就是你就等於是 獲得它的state這樣子 對 那寫的話也是一樣 又有對應的API 就ChangeDynamic這樣子 對 總而言之也是一行解決它 那它對應的部分 就是說這邊 它剛剛去把 剛剛這邊我們去把它的質量抽出來 這邊我們是要去說要去抽質量那樣子 對 GET 它的質量 那這邊質量 那你可以在上面經過一些擾動之後 然後就把它set回去這樣就對了 所以這邊 那個robot比如說長寬高質量 就可以這樣很快就改變掉 就是你也不用特別寫 一行就搞定了 那 你就是有興趣 就直接看API就好了這樣 它寫的蠻詳細的 然後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說要加隨機擾動 那隨機擾動的話就是 比如說我剛剛已經拿到質量 或者我現在是拿到現在的線性速度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加noise 那noise的話就像剛剛很簡單 難拍的random的normal distribution 再加上去 就結束了這樣子 對 那像我們一開始要 那比如說我剛剛拿到它觀察 比如說它的那個角度 或者是四元素 反正就知道角度也可以就好這樣 就是比如說呼叫74行這個東西 你就是可以直接拿到它的角度 或者說你要拿它rpy 就是rp1這樣子 這幾個東西 也都可以很容易抽出來這樣 那抽出來之後 然後就加noise 所以說就是你以Python來做的話 Python加上剛才不立動 物理引擎來做會非常的容易就對了 然後再來幾個 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模擬的時候 真的硬體訊號會延遲嗎 就是 你的sensor也許有些 突然有些bug 就是突然中間就buffer滿處理一下 然後你是當下要sense到數值 就隔了好幾個mini second之後才到這樣子 要怎麼模擬呢 對 那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用cue管理就對了 就是我們在模擬 我們這部分都要做到模擬就對了 比如說你加一個cue 那所以你當下 那個物理引擎給你資訊 一路先丟到cue裡面去 那cue的話 那因為你要延遲 就代表說你要拿到 比如說最新的一定都要index0的地方這樣子 那你要模擬 比如說幾mini second以前的東西 那你就是再往以前的2或3index的地方取值就對了 你可以random從哪邊去 那或者說像我們可能就比較搞剛一點 我們就內插這樣 就是 呃 內插 反正我們就是 我們會給它一個 我們想要的latency的值這樣子 那latency有時候也可以經過擾動 那擾動的話 那總而言之我們就是 呃 減掉你當下已經經過的時間 然後剩下 因為你latency比如說你設定說200mini second 那物理引擎每次模擬是比如說2mini second 那你耗198那個latency要處理嘛對不對 198那你就可以random跳 看你要random是你要內插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就直接用內插 內插其實很簡單 加全平均就103行這一種的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隨機取到說 因為每次0.2 0.2會拿到那個signal的話 那我耗198個 剛剛已經填滿了 那我這邊要random抽一些出來這樣子 那你就從那邊就是 反正就從那邊抽 你就等於是抽到之前已經拿到的sensing 就是前幾個mini second以前拿到 然後現在當成是當下的就對了 那再來是像比如說我們要模仿那種硬體效能不足 要怎麼模擬它 呃就是這種狀況是說 因為那種板子其實 它運算能力很弱啊 那比如說sensing的 你sensor在sensing的時候 因為物理引擎我們可能通常設兩mini second就可以跑一次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有時候兩mini second就會拿到一筆sensing的值 或者說那個 因為物理引擎在模擬現實上面的那個狀態改變 所以就是說這邊要非同步的執行就對了 就是說物理引擎同樣在每兩秒每0點每兩mini second一直在模擬 你模擬接下來環境的變化 可是你robot是說因為你前一步要求馬達轉 比如說四十度角這樣子 可是四十度角它兩mini second過了 可是就是說 它那個上面那個板子還在執行 它根本就還沒有執行完 所以它兩mini second沒兩mini second 它的狀態是在變的 就是它的那個身體還是一直在往下倒倒倒倒 你模擬型要一路模擬一路往下倒的部分 可是它的馬達還是繼續要運轉 剛剛前一部給它指令嘛 這樣子 所以你這部分你要模擬就是說 它的馬達繼續在運轉 它還沒有回答一個 就是我已經完成了指令回去給剛剛的control了 所以control了它一直沒有辦法 給它下一個更改動作的指令這樣子 可是你的身體還是一直往下掉嘛 你要模擬這種現象出來 那總而言之就是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你只需要讓馬達不斷repeat的執行這個動作 然後第五十二行就一樣要模擬型 繼續去模擬下一步的動作這樣子 就是繼續模擬車身繼續往下倒的狀況 然後一樣要一直sensing到那個觀察值 這樣子 你就這樣一直repeat 然後所以說agent就是剛剛控制下 一直沒有辦法執行給它新的動作 因為它在等底下一個硬體 就是說在模擬那個硬體那個動作 它一直還在跑 跑不完 然後譬如說很久之後才有回傳結果回來這樣子 好那 總之那我們在做這個東西上面RL RL通常就是說 因為它做這個演算真的太複雜了 因為我自己在研究我是RL 然後常常改個東西 演算法就不能動 所以就是盡量用人家已經寫好package工具來用 那比如說有個很方式叫stable baseline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它還蠻好理解的 對 那它的用法基本上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GIN的話就是我們會 比如說Luna Lander是它裡面有一個遊戲 或者說物理環境 物理模擬環境 就像我們剛剛物理引擎一樣 它就是這個是在模擬說一個火箭要降落到月球上面 所以你要控制火箭 怎麼讓它可以順利的到地面 然後停下這樣子 對 那比如說stable baseline就是你環境弄好之後 那你就選擇一個說你現在你要用哪個演算 比如說你用DQ1的RL演算法 然後就讃 把你要的環境丟進去 然後就讓它讃 讃完之後 然後就把model 比如說你要它讃 比如說這個是 這應該是20萬部嘛 然後讃好之後就把model存下來 然後就殺 然後你就可以model可以殺掉這樣 就是說這邊 然後接下來你twin了之後 那你就是要拿來用了嘛 所以後面這一段你就只把它roll回來 然後就繼續再測一千步看看 看有沒有答案你要的結果 這樣子 對 那我們今天剛剛做的東西 物理引擎的部分在哪裡 是在這裡 我們要把它的EMV environment改掉 不要用它原本預設均的 要改成我們自己做的 這樣子 就是這一段 robot environment 物理引擎我們自己做一個 那A卷就是現在這邊DQ1那個部分 對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怎麼去把它改掉自己 換成自己的環境呢 就是它網站下面也有跟你講 你怎麼使用自己 customize的那個 就是你只要去實作 大概這幾個接口就好了 Initialization 然後最主要其實是step 那個reset這樣子 reset還有step 那我們只介紹reset就好這樣子 對 總而言之 這個剛剛你講過 imv environment跟bully之間的關係 就是因為那個robot本身是硬體 然後他要模擬一些質量 移動 那些這些就是物理引擎負責的部分 那 左邊這個部分是 我要想要先 左邊這個部分就是剛剛說 如果你的 你這邊要繼承 這個reset 你要實作的reset的話 總而言之你就是 你這些model這邊都讀進去 那最主要是 我們剛剛做的那些物理引擎 我們可以自己用開個class 的balance bar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在做平衡車嘛 然後所以你所有想要讀 你可以自己先寫在一個東西裡面 然後 它的reset的話 所以最主要其實是 要執行的是物理引擎裡面 原本裡面右邊這一段 就是指出一開始的角度是什麼 然後把我剛剛做好的URDF讀進來 在這裡 URDF讀進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去設定說 像是set join motor control 就是我要去設定說 初始的那個 比如說角度是0 馬達角度0 然後怎樣怎樣 就是reset就是說 你這邊雖然是呼叫 那個saber by sign的reset 可是實際上你去對應的是 自己剛剛那個 派布裡面那邊執行的reset這樣子 嗯 總而言之呢 剛剛做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 因為要給朋友看 所以我有做個simple example 這樣就是剛剛 因為那個random 隨機擾動那個部分比較複雜 而且那部分牽扯到一些論文的東西 所以就 這個裡面是我沒有特別加 我沒有寫那個random 擾動的部分上去 那總之剛才有很多 你如果要看詳細 那個比較細節 統一起來可以跑得扣的話 這邊是有很簡單的範例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後來其實很多人 跟著做了相關的專案 比如說這個專案的話就是 它是這樣子的 它呢自己就是說 它給你那個3D印表機的CAD模型 對CAD模型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自己3D印表機印出來 那CAD模型就可以握進去剛才那個物理引擎裡面 然後就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繼續這樣 畫畫畫去train它 它裡面有給它怎麼去train的那個model這樣子 對 所以它後來就是也可以做到像 我記得有影片 總之那個物理線上是可以動的這樣子 對 就是有這種專案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或者像這個我覺得更補了一點 他直接做個像這種 很像Bosan Dynami那個機械狗大狗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東西要玩 上面這個是雷達 大概台幣3000塊到5000塊 有點忘記了這樣子 總之它整個專案弄出來 大概花你台幣1萬塊左右吧 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就是它需要材料 左邊這邊也都有給你這樣子 然後相關 然後像它GitHub的上面也都有給你這樣子 對 這邊就只是先提供這個訊息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下去做做看 我忘了看 然後想要了解就是點下去看看 這樣就對了 然後再來是最近比較新的 那個ETH那一邊 大家可能比較好接觸 可是因為現在有很多新聞開始在測說 就是這種機械狗去送貨 阿瑪東那種送貨 或者是說到荒郊野外去送貨 因為那種自駕車那種輪子很難走上去 就用這種 或者在工廠裡面巡視這樣子 對 那他們這種也都做很 他們其實 他們大概幾個禮拜前 都有把他們物理引擎都公佈出來了這樣 然後包括裡面怎麼勸 比如說 他們裡面其實磚也是分蠻多個的這樣 就是至少三個 比如說你想要直接在OpenAI群上面 Train也可以 或是要直接用他們模擬引擎 因為要模擬引擎有特別針對星圖日耳 這部分來做優化之類的 對 好 我發現我沒時間 原本想要再稍微跟大家介紹 我們看大概一兩個我們當時的狀況 就是我們勸好model 實際步道硬體的時候 大概有幾個狀況這樣子 比如說 那個演算法反應太不靈敏了 因為我們用的那個馬達跟sensor 都非常便宜幾百塊那一種的 然後雜訊都超大 所以你一定要做那個data fusion這樣子 就是做 然後比如說像卡曼濾波那一種的 要不然你資料會亂跳 資料跳太大 神經網路也沒辦法處理這樣子 對 所以一開始如果說你濾波器沒做好的話 就是你的data完全是亂的 然後就會看到你的那個 欸 對 因為波太亂 就竟然要波形太亂 所以說它根本沒辦法處理這樣子 對 神經網路我們 物理上勸得好好 可是完全步不上來這樣子 對 有這種狀況 那或者是說 也可能會這樣子 像這樣子 你就看它一直在亂 我們那時候 比如說你那個 卡曼濾波那一種 可能沒寫好 波一直亂震的話 那你的動作會跳很大 這邊可能大家沒跳到時間 它那個馬聲一直 咔咔咔咔咔咔咔 咔的很大聲那樣子 對 然後就還是 就也還是不行這樣 那我總是我想講的事情說 這個東西 解決的方向 都要往軟體方面去解決 這樣子就對了 對 然後再來 這個的話 晃動跟濕素 這個也可以稍微再看一個就好了 這樣子 我其實後面就剩下這家幾個影片看完就好了 對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好不容易 我們那個時候濾波器什麼 調整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那時候改用那個DMP 就是放在硬體那種晶片上面 人家寫在硬體晶片上面 那種過濾演算法 那個速度很快 就是輸到夠快 然後 那個時候就變得比較穩了這樣 因為那個輸入進來的那個 Signal就是比較穩定 那時候跑比較好 可是我們那時候 少放了一個input給那個神經網路 就是我們沒有讓它偵測那個直線加速度 因為它一直往前衝 速度越快的話越停不下來這樣 就直接倒下去了 對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買的sensor都很偏 根本沒有直線加速度可以用那樣子 就變成說直接讓神經網路輸出 因為神經網路直接輸出是馬達轉多快 那馬轉多快跟直線輸出是有對應關係的 我們就是拿回來用 然後後來 就變成說 總而言之 這是最後的結果 然後你推它也是沒什麼問題這樣子 這是最後的結果就還蠻穩的這樣子 對 我們一開始有點嚇到 因為以前失敗太多次 然後後來有一次不能放 怎麼突然變穩定了這樣子 對 就我們那時候在 就是剛剛說那個 把神經網路輸出 原本當成馬達轉速那一根 然後就是換一個transform 然後回來當成是輸入這樣子 然後突然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說 一直在調 部分是在調背後演算法 還有filter的部分 就是在調軟體方面的東西這樣子 對 好 所以最後一頁的心得 總而言之 就是現在RL工具 就是你可以減輕很多 學習跟工程上面的負擔 因為有很多Makers用PID 你要調很多參數之類的 不過RL麻煩 像我們這個就是 你要自己做物理引擎模擬這樣子 其實是比較麻煩 對 總之我們一開始用的時候 就是感應器跟碼頭 雜訊大機能度不好 總之你要有足夠快的演算法 這樣 比如說 記得這個字 MP6.0.0跟DMP就對了 還太早 這DMP我們剛剛說 那個MP6.0.0的晶片上面 有一個濾波演算法可以用 那個很快 所以這個 所以對它要先穩之後 你的神經網路 才有辦法展現它的適應能力這樣子 對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神經網路的話 就是你一開始就買很高的硬體 這樣我們都很偏硬體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最後是 Cortex N或Arduino 其實就可以跑RL演算法了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要求速度是多快 我們剛剛Cortex N 然後我們剛剛兩層 大概六四六 一二八六四 我們每秒鐘輸出兩百次預測 是綽綽有餘的這樣子 對 速度完全跟得上 這樣子 Arduino這種東西 就已經可以跑到 所以說就是 你可以在外面 Train好Arduino嗎 只要是兩層 大概一百二十八 兩層到一百二十八 七十八 你Adjuvant什麼跑都沒有問題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不是只是拿來當個玩 而不是只是拿來打遊戲而已 你可以把它用到很多 Micro Control上可以用的東西這樣子 對 那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佳薇 就是這麼精采的演講 因為他這個演講 應該算是我 這三天裡面 最期待的其中一場 因為我自己也在學習RL 然後對模擬運算這一塊 我其實也遭遇到很多問題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已經中午了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便當三樓和四樓都可以拿 所以大家不用全部都擠到四樓去 那因為我們今天演講的關係 稍微延遲一點 所以就是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再來掌聲 給佳薇一個就是鼓勵 謝謝大家